记者卓家评综合报道,世界半城马拉松锦标赛今天凌晨于西班牙瓦伦西亚展开,台湾仅有一位精英好手参赛,全国记录保持人谢千赫在女子组跑出1小时15分56秒,叫上一届赛事进步约2分钟,名列第74名女子组冠军则是来自伊索比亚女将古代达Netternet Gudeta,跑出1小时6分11秒。 打破半马世界纪录,来自伊索比亚女将古代达,跑出1小时6分11秒,打破半马世界纪录,路透社,世界半城马拉松共有来自全球315位精英好手参赛,谢千赫今天在气温17度风速偏大的情况下起跑,他表示起跑就吓到,推起强悍在所难免,但我竟然被一个选手拉住,没关系。 我有HOLD住,他上一届玩赛时间是1小时18分。 谢千赫抵达西班牙时就透露自己小域日本长跑好手大破竭,引起网友讨论,赛后两人又相遇,也留下珍贵合影。 26岁大破竭是日本3000公尺与5000公尺记录保持人,这次在世界半城锦标赛跑出本系最佳的1小时1分56秒,排在第24名。 谢千赫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参加世界半城马拉松赛事,天津协会提供。 谢千赫又与日本名匠大破竭合照天津提供。 谢千赫连两届参加世界半城马拉松赛天津协会提供。